刘若英的一句话 直接揭开了孙丽婚姻的哲修部 2004年 刘若英在演唱会上自爆 有一个男孩给他打电话 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只要刘若英不同意 自己就不解了 虽然刘若英并没有明确说出这个人是谁 但两天之后就传来了黄磊和孙丽结婚的消息 似乎彻底坐实了刘若英口中的人就是黄磊 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黄磊对刘若英的第四种感情 1999年 黄磊和刘若英一起合作了《人间四月天》 剧中黄磊饰演的徐志摩温温尔雅 才华横溢 这部剧播出后 黄磊也一炮而红 成了当红小生 不知是太过入戏 还是对黄磊怦然心动 饰演陆小曼的伊能静居然半夜穿着睡衣 真空上阵敲开了黄磊的房门 并用剧中的角色对他说 摩 我的胸口好疼 看到这一幕的黄磊也被吓傻了 直接说了句神经病 就把门关上了 此后二人再也没有通过台 相比较伊能静 黄磊对刘若英更感兴趣 两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不管是戏里还是戏外 两人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甚至在这部剧拍完后 两人又合作了电影夜奔 不久后黄磊又自导自演 再次为刘若英量身打造了似水年华 让两人在剧中再续前缘 后来黄磊还曾在采访中自曝 自己和刘若英之间是超出亲情 友情 爱情之外的第四种感情 而彼时的黄磊 已经和孙丽经历了四年了恋情长跑 早已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地步 两人的绯闻很快就传到了孙丽的耳朵里 据说他还曾去片场大闹果 可黄磊却始终放不下对刘若英的感情 于是便在两人拍摄四水年华的乌镇 开了一家同名酒吧 甚至还为店里的一款奶茶取名为我等你 而刘若英的外号也叫奶茶 这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明 刘若英口中的那个人就是黄磊 两人或许有很多共同话题 但他们并不适合在一起 这一点从孙丽的婚后生活就可以看出来 跟孙丽结婚的时候好像连婚礼都没有办 我当时正在做天一生水 也是我导的一部戏的后期 我们就摆了几桌酒席 反正叫了些亲戚朋友吃了个饭 我们俩是那时提前就领了这也没办婚礼 黄磊和孙丽结婚时没有办婚礼 也没有婚纱照 甚至连一个钻戒都没有 按理说以黄磊当时的名气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毕竟当年的孙丽也是他千辛万苦追来的 当年小有名气的黄磊在北殿当老师 对学生孙丽一见钟情 于是立马展开慢慢追七路 而彼时的黄磊也正值颜值巅峰期 帅气的长相加上忧郁的长发 让他收获了不少迷妹 孙丽就是其中之一 没多久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他入学两个多月 10月24号 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毕业后孙丽出演了《仙剑奇侠传》 《天地传说之与美人》等作品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此时 他却突然宣布了结婚的消息 而黄磊也暴露他的真实面目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都是他妥协 现在都是我妥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你 因为你真错 婚后孙丽就淡出了娱乐圈 甘愿为黄磊洗手做羹汤 直到黄磊带着女儿多多参加了爸爸去哪儿 孙丽也再次回归荧幕 可两人的婚后却让人意想不到 当被问到最讨厌黄磊哪一点时 孙丽先是征求了黄磊的同意才敢说 可孙丽一开口就是让黄磊不要给他洗脑 如今的孙丽也不想再当黄磊背后的女人 成功付出的他出演了很多话剧 还经常在网上晒出自己跳街舞的视频 可从小学习古典舞的他跳起街舞来 有点不伦不类 对于网友的犀利吐槽 孙丽也是果断封号